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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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我们来亲近了 一个道场,一个大德 亲近了唱功 那么这个法师 已经往生了 他一开始非常的勇猛 非常的勇猛 半夜都不睡觉了 他听到啊,廣经脑路上 不导弹 不导弹,人家是很有功夫的 修行几十年 不导弹,不导弹就是他的床铺 他的房间里面没有床铺 就只有一个椅子 廣经脑路上,我们去跟他 拜见过,顶过 这个实在是没话讲的 佛神,那没有话讲的 我进去看他的房间 没有床铺的 就是一个屯椅 里面一本书都没有 一个房间什么通通没有 就是一个屯椅 导弧的人 三藏十二不经典的心法 都在心里面 他从来不 不躺下来的 那么我们这个测铺法师 就很想学他 因此 他就跟师父讲 探工说 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学这个 不导弹 不导弹 他就 哇,开始用门啊 师父就说 慢慢来 不导弹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根器啊 他需要一点一点的 慢慢减少睡眠 一下子不导弹 承受不了的 师父就跟他开始说 我一定要学习 要不导弹 要生死自在 那就 每天晚上就 真的 坐在 这个喷衣上 门全部锁起来 不要让人家吵 第二天在睡醒 第二天睡醒的时候 怎么在床库上 很自然的 在床库上 他在机器室 嗯 再继续练不导弹 练不导弹 练不导弹 他就说 我今天不一样了 我今天有那个闹钟 我这个闹钟 有这个闹钟 放着 我一定要几点起来 他就坐在床库上 第二天起来 夜是在床库上 那个闹钟 谁把我的闹钟按下去了呢 门还锁着 他就睡到半夜之中 嗯 闹钟就按下去了 还是躺下去 所以这个 修这个不导弹啊 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广青老和尚 这个绝对不是普通修行人 啊 那个一天的睡眠啊 就坐着打个蹲 就这样子 这个 非常不容易的 啊 真修行人 我们都非常的 崇拜 尊敬 啊 是真正的修行人 心的苦中苦啊 方为临上人 所以这次诸位法师啊 或者护法基士 你只要把睡眠上 缩短 低下 就算不错了 我告诉你 每天睡两个钟头的人 是大修行人 一百分 但是你记住 睡眠不够的时候 火气上升 那里痛 这里痛 头痛 腰痠 背痛 啊 你一个晚上睡两个钟头 我告诉你 第二天送急诊 在一夜睡七天 睡过两天 所以这个一百分的人少 一天睡四个钟头 算是修行人 一天睡两个钟头 算是顶尖的修行人 都不睡觉是没有办法了 睡四个钟头 就相当难能可贵 你能尊贵 哎 就了不起了 睡了五个钟头到六个钟头 这一般修行人可以接受的 一般 睡超过六个钟头 七个钟头 就算是多 对修行人来讲 可是对世界人来讲 睡超过七个钟头 就差不多 七个钟头到八个钟头 在一切的角度来讲 是大概很正常 所以你能够把睡眠稍微 说等一下 但是要看你的体力啊 看你的身体的状况啊 用硬充的 迟早会出事的 迟早会出事的 你学院有一个出家众 师父跟他欠告 你不要修不倒单 不要翻也不睡 他就是不听 他每天送四十二张经 每天都送 每天都送 用功 一天睡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师父跟他讲 你这个睡眠 真的还是不够 可是不听 离开了道场 辛苦了两三年 出状况了 发神经 出状况了 发神经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发神经 因为强惑自己 压制这个神经系统 而且我们内心 内在里没有那种功夫 又抗讯不了那种 心魔 攻心 倒 我看到 看过他 我说我是谁 啊 我不认识你 看到你中在教师会笑 这个 出状况了 很可惜 这个法师 我不讲名字 但是这个程度是非常好的 高中的时候 跟师父一样 也是第一流的高中 他是南部的 我是北部的 都是第一支愿的 啊 都是第一支愿的 你看 这么有程度的人 来护驾休闲 可以说是状元了 但是 就是 身体挑的 重量啦 结果神经病 我看到他好难过 好难过 他这样走出去 走不回来 走出去走不回来 走出去走不回来